大姐夫 有个事我正好麻烦你呢 你说 这不我们公司承办咱们这一片的歌手大赛吗 咱小姨子小米粒也参加了 哎呦我的妈 小米粒唱的鬼哭狼嚎的能行吗 那评委不都给我面子吗 你还进决赛了你 钱瑞芬你说你干的什么事 小米粒他要进决赛我都不干 是 评委也不干了 俩评委住院了 你看看你弄这个事 大姐夫 我说不就是求求你吗 你跟小米粒说说 让他从这个比赛里退出来 别参加了 钱瑞芬 你是不是又来坑我来了你 我没坑你啊 你指定是坑我 我真没坑你 这事我不管啊 行 大姐夫你不管是吧 我不管 行 那就让小米粒进决赛 万一他得个冠军 那真正唱的好的不就下来了吗 是吧 你站住 我大姐夫的一声叹息告诉我 他有办法 钱瑞芬 你跟我说实话 你真这么想的吗 你总是教育我 做任何事情都有公平公开公正 对不对 行了 顺芬 这事我帮你了 你别说你坑我了 你就是给我挖个坑 给我埋了 我都帮着你 行了 你回去等着吧 好的 一会我过去 好的 好吧 对对 大姐夫 为了表示感谢 这个东西是我们本次大赛的吉祥物 我把它送给你 你们这吉祥物挺特别啊 对 这就相当于那个奥斯卡的小金人啊 哦 这是小木锤 你还别说 这接锤的感觉真好 对 行了 回去吧 行 我把它稳住 你马上回来啊 你放心 你瞧好吧 我在家等着你啊 等着我 哎呀 哎 爸 怎么的了 啊 出什么事了 你在哪呢 小广场 你等着我 刚刚 刚刚我在这呢 爸 爸 怎么回事啊 啊 我在这等你 跟你告个别 啊 我舍不得你 不是 爸 你这怎么了 这是 我要私奔 啊 立家出走 行李我都准备好了 不是 爸 你要私奔 你立家出走 这事妈知道吗 就是她把我逼走的 刚刚 这么多年 在这个家里 是看见了 啊 我在你妈面前 是怎么表现 都不好使 我吃饭 多吃两口吧 她就说我 本来你长得 就像个猪 你还想吃成大象啊 我一心思人家 这么说了 下注咱就少吃两口吧 她又说我嫌 她做的饭 不好吃了 讲了 我算明白了 我在她面前 怎么表现 都不行了 哪怕我在她面前 温顺的像个猫 她都得嫌我掉毛啊 哈哈哈哈哈哈 爸 你跟我妈呀 这一辈子吵吵闹闹的 你坐着你坐着 你别 你控制一下情感 来 你跟我说说 今天到底又为了啥呀 就今天早餐 我老伴啊 你给我十块钱 我脖子疼 我要买两天稿药 你才跟我说啥 他不但说我装病 还说我骗着钱 那你脖子到底疼不疼啊 不疼啊 你不疼 你跟人家说疼干啥 我就是想让他在乎在乎 哎呀我的妈 这么不受重视 我走了 我走了刚才 爸你别走 行李没拿呢 对 没有这行李 我也走不远 来 拉倒吧 有这行李 你也走不远 他帮你背 就这样玩 放兜里就完了 还弄个双肩背 爸 你干什么呀你 我跟你说啊 你不知道 其实我妈心里边想的可是你 是吗 真的 你看 今儿早上一起床 就嘱咐我 说你去上街 给你爸买个小裙 让他垂垂脖子 垂垂肩 这就不疼了 你看 这是你妈让你给我买的 对呀 你妈的钱 不是 我妈给的我的 五十块钱 这么说你妈心里还有我 有 五十 一出手就是五十 嗯 老伴 我误会你了 我对不起你 五十啊 你说你忘我身上还投这么大的句子 有这个必要啊 行 刚 哎 那行了 我错了啊 那那我走了 你怎么还走呢 你妈在那儿跳那个广场舞呢 我去给她赔礼道歉 我错了 是我没事搞事 对 这就对了 拿着行李 好吧 好 我跟你讲啊 爸 我跟你说个事啊 是这样的 啥事 你回头见着我妈以后啊 你可别问她这小褶的事 明白不 为啥呀 我妈她不是 她不是 啊我明白了 明白 你妈要面子 对 你放心 这事我保证不说 不但这事不说 下半辈 别说给我整的 他就给我整屠螺皮了 我啥都不说了 行 爸你别说啊 不说